空前的救灾行动当中有很多无名英雄 值得大家帮他们加油跟鼓励的 这些人看看了 就在美极台风重创苏花糕的时候 很多人受困也很多人失联 甚至原本很多因此而丧命的 不还好就是有些人站了出来 包括接下来介绍这个个案 他是冬奥排出所服务的副所长 叫林清福 超级机警跟警觉的 当下觉得事发的时候觉得情况不太对劲 他拦下了十辆车 结果叫他不要再靠近不要再通过了 就让近百人免于死亡的威胁 21号下午宜兰风雨震大 冬奥派出所副所长李清福与远景黄少奇 这些企业只让警用机车外出巡视 他们一执勤多年累积的经验判断 这与世大到难以想象了 苏花公路肯定会出事 先设下路障 封闭道路拦住十几辆车数百人 又冒险深入搜寻已经受困的人车 工作之后我就发现 好几部车辆已经上去了 是卡在差不多在19.3 游览车 因为我叫牧师 他那个水是打上到那个 打到那个游览车的车身 情势千军一法怎么办 李清福立刻拦下一辆底盘较高的大货车 协助接驳受困游览车上的旅客 其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再看看这张照片 苏花公路116公里处路基流失 原本只有数十公尺 后来扩大成了数百公尺 如果没有李清福当机立断 拦车救人死仓恐怕还会增加 对照事后一一被披露的灾情 李清福救人救相 活菩萨 没有第一次碰到 那现在就是救了到上百年的这个游戈 觉得他们平安 我觉得那个 平安就好了 对啊平安就好了 东森新闻林玉强 宜兰报导 我们来找找出什么 我 分 谢谢大家